让我们欢迎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谢谢凯尔 谢谢 市民长还有各位评审 还有各位在座的所有新创屋的朋友 以及市民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刚刚听到苏兰讲完 其实很感动 我自己原来当台北市议员 我知道台北市一直都在做新创的补助 那如果各位这几天 有看到我们台北市的市政总质询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议员对于台北市说 我们辅导了很多的新创团队 但是他真正落地成功的几率并不高 那对市政府有一些要求来检讨 那但是我到市府以后 我发现台北市是一个最不怕失败 最愿意尝试的政府 所以我们辅导了很多 在智慧城市也好 在新创基地也好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到台北市来做最好的实验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实验的场域 所以碰到了很多 但是的确也有很多新创 他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能够展现他的实力 甚至现在已经都成功地落地 所以看到新创团队我都觉得看到了台湾的未来 那台北市政府刚刚执行长也说 我们非常支持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的确就是希望在台北市花很多的力气 因为我们毕竟是首善之都 如果我们都不尝试 那很多创新都不可能发生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台北市有很多的新的状况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你看活动 我们还担心说会变小 其实反而变大 第二个是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湾 可以办这么庞大的盛大的一个展会 那最重要的是台北市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认为说更需要加速地转型 到疫情之后的下一个世代 所以加速数位转型 这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所以从市长上任之后 包括清创补助跟相关融资贷款 尤其是今年的疫情 我们甚至加码补助相关的利息 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度过这段时间 能够直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谢谢数位时代 在这么艰巨的环境里面 还可以办这场活动 那今年看到了200多个团队 又选出30个 然后等一下要选出前三名 我们非常期待的是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 大家提出的这些新创的技术跟想法 都能够落实到 帮我们政府来解决 我们政府可能解决不了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活动的支持 我们可以让政府的问题 也提供给新创团队 帮我们找到相关的解决 所以这个是一个互惠跟双赢的 还有甚至是三赢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我们会继续努力举办 那如果可能的话 市长已经说了 明年把外面都借给你们 因为展馆都不够了 然后希望越来越好的新创环境 是台北市希望提供给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台湾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非常好的人才 我们每年在台北市毕业的大学生 就有六万人 这六万人就是所有新创团队 最好的人力资源 那这个也是我们台北市 最好的竞争力 所以在这里 谢谢数位时代 还有今天 祝福今天所有的创业团队 我们希望你们都在台北 能够取得新创的成功 我们希望打造台北市 是一个充满了新创创意 未来的城市 最后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狱 谢谢 谢谢副市长 我要请副市长留步一下 因为你知道 在我们揭晓前三名之前 我们今天三十组团队 都来到现场 想要从您手上 接过Top30的年度的讲座 好那我麻烦您这边请 好我们今天的讲座 非常的特别 就是总共有 因为第十年了嘛 我们决定要端出给大家 最具有重量级的讲座 非常感谢我们合作伙伴 文洋奖杯帮我们带来 这么好的讲座 好迫不及待 十个团队赢在旁边 等候了 首先恭喜建真科技 那个讲座有点重 要 这是我们十年来史上最重讲座 恭喜建真科技 我们在这次的讲座上面呢 除了有实体的讲座之外 其实我们也特别规划了 用图灵链来让正书上链哦 好接下来恭喜 纽加顿 New Garden 用图灵链Christ